各位朋友网友们好 欢迎来到看世界频道 今天是美国时间 2022年8月15号 周一 由于美联储持续加息 贷款利率不断上升 美国房地产市场 也迅速降温 降到了两年来的 最低水平 很多房子放到网上卖 得到买家报价少得可怜 有些放了近一个月 也得不到一两个报价 不要说报价了 就是连来看房的人都没有了 几个月以前的抢房现象 已经一去不返了 Jenny德德里克 Jenny德里克 是美国有名互联网 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的卖房经纪人 他在明尼阿波利斯 Miniapolis卖房 他抱怨说 看房量急剧下降 两个月前会有20次 看房的房屋 现在只有一次 甚至没有 他还说 他让一位卖家 把他的房子 从市场上撤下来 因为他只有过一次看房 因此卖家决定把房出租出去 他要搬到墨西哥 然后卖家又想 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留在市场上 让人看呢 可见卖房经纪人和卖家 已经感觉到 美国房地产市场深深的含义 他们有一点不知所措了 据Redfin统计数据和分析 6月份的购标竞标率是 51.5% 第一年前的66.7% 和一个月前的62.5% 6月份约有6万份购房协议被取消 相当于当月签订合同的房屋的 14.9%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百分比 当然大流行并开始时除外 如果按5.51%的抵押贷款利率计算 购房者的典型每月抵押贷款付款 现在是2387美元 比一年前增加44% 如果按6.29%的抵押贷款利率计算 每家每月还房贷将比去年增加约一半 50% 美国这个月的高通货膨胀 较上个月已经有缓解 但仍处高位 是8.5% 几乎和今年5月份的通胀率相当 5月份的通胀率是8.6% 美国6月份的通胀率是9.1% 估计 所以估计美联储近期不会停止加息 这也意味着抵押贷款利率将会继续上升 那么将有更多的购房潜在买家被挡在市场外 由此看来 美国房地产进期内回暖将是很困难的事 相反 房价有可能会继续下跌 有分析人士认为房地产买家还应该持续观望 等到通胀会落到接近美联储的预期后 再买房不迟 当然买房刚需例外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